陶原機場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 那我現在在背後的位置呢 就是桃園機場的Terminal 2 你現在看到我背後的櫃台這邊呢 是第二航下三樓的出鏡大廳 所以很多朋友來桃園機場說 要去澳洲打龍故架的話 你要從這邊直飛的話 通常是Terminal 2飛出去直飛的班機喔 OK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正面呢 就是它的櫃台的部分 那很大家想說到底是哪一邊才是正確呢 都是一到十三號中華航空的櫃台 那如果你往右手邊的方向呢 也是十四到十四號十五十六十七之後呢 都是BR航空公司 也是長榮航空喔 所以一到十三是中華 十三之後呢都是長榮航空 大家提醒一下要進去海關之前 一定要把水倒掉喔 像是容器啊都不能超過一百毫升 所以這些水呢都必須在這通過這個閘口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全部喝掉或是倒完喔 但是也不用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這邊它都會幫大家準備桶子 大家把水倒掉 空瓶進去之後就沒有關係囉 Egate的話就是屬於我們講的自動通關喔 辦完自動通關之後呢 我們出境呢 申辦一分鐘通關只要十秒鐘喔 長榮航空喔 關於首提醒米上飛機的須知喔 那提醒米喔 上飛機的話呢 它的重量跟尺寸喔 都是在七公斤以內 並且每個人限制帶多少的重量喔 相關資訊也請您在長榮航空公司 或是上方的QR Code部分 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連結喔 8號櫃台這邊喔 是我們的China Airlines中華航空喔 那它一樣呢 有關於它的Hand Carry上飛機 及每個人呢 可攜帶的一個數量喔 我們都幫你一併把它顯示在上面喔 那一樣的相關的資訊呢 也麻煩請各位上中華航空的官方網站去做搜尋喔 所以整個桃園機場呢 在如果是非二航下的話呢 就是像這樣子 7、8、9、10 到之後剛剛我們講的那些櫃台的部分 到延續到13 這些都是屬於中華航空的部分 14、15、16到20呢 都是屬於長榮航空喔 但是今天這一集的墓地呢 其實想要讓大家看另外一邊的部分 好 然後如果要去全家超商的話呢 再出進大廳的三樓 我請你往26號櫃台喔 所以我們就來放下來看一下這邊 其實這是我蠻喜歡的地方喔 因為有時候我們預算真的不是很夠的情況下 我都會來這個全家超商來消費喔 所以一般民眾如果預算很緊的話呢 其實出進大廳的這個 26號櫃台這邊還有一個全家超商喔 那以前的7號已經沒有了 現在就換全家 那我覺得這個點非常棒 因為呢 在手指的方向左手邊呢 就是廁所 還有一些飲水機喔 coker的可以來喝水之類的 然後廁所也蠻大的喔 然後這個超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喔 就是功能也很強大 然後他們隨時都很忙喔 所以我真的建議大家 大家盡量使用信用卡結帳啊 或是又有卡 或是什麼anypay都好喔 就減少現金交易 那我們進入眼簾呢 這邊呢 就是賣番薯啊 跟關東煮 肚子都可以來吃 然後還有一些小物的部分喔 然後現在旁邊又多開一個 米哥的那個烘焙房 然後有時候就坐在這邊吃飯 後面這邊躲著吃飯這樣子 然後哥跟姊最愛的泡麵喔 吃了這個時間是黃金吃這樣 大家都肚子非常非常餓喔 所以就是要吃好吃的 的微波便當喔 都在這邊喔 還有一些便當 這邊 他們今天一樣超級忙碌的 那關於桃園機場的航班資訊呢 一樣會有一個入口處的LED 供你去做觀賞喔 如果你的航班不在這個表上面 請你查服務中心或是手機 Google你的航班資訊喔 然後如果預算很緊的話 我之前都會去三樓的全家超商 這邊買食物來吃喔 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 一樓的話 就是arriving home 然後basement 2的話 就是新開的美食街 終於開張了 好 你現在看到的是桃園機場捷運喔 第二航下的A13站的機場捷運喔 在手指的方向這邊呢 就是你搭捷運過來之後 會出入的地方喔 其實今天想要介紹的是 我們在2019年的今天喔 他把美食街B2的部分 終於半年的時間 他把它整修完畢了 現在起以全新的美味旅途的方式 提供更多美食街的現場喔 給桃園機場所有旅客 在第二航下 當然如果你要澳洲打工度假飛出去 現在就不用擔心說 他的美食街之前整修就肚子餓喔 那我們今天的腳步 我們就看看他有哪一些的商店喔 那我們也是一進到底的方式 讓大家就是做介紹 首先是機場員工最愛的麥當勞 一樣是大牌長榮喔 應該要等很久 所以要抓好時間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 我們藝美的學見館的餐廳喔 那他的價錢呢 從事從75到250元的等級都有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拉麵 富士山拉麵的部分 價錢從180到230之間喔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皇家傳承冠軍的麵的部分 單價部分也是從大概是150元到280元之間喔 那這家餐廳是這位太太的部分喔 平均單價也是在185到200元之間這邊喔 也是麵食類的 那第三家是六寶雲吞麵食喔 單價也是在185到250元之間 然後這一家就是有比較有台式的風格 叫95的鐵板麵這邊喔 平均單價是在158到250元之間 OK 接下來是機場員工都會想要來看看的 這是新的一家喔 叫做 呃 了凡的 新加坡的一個料理喔 油雞飯跟麵喔 但是他的單價就真的比較 有佛紀機場的感覺這邊喔 好 預算很緊喔 然後我知道網友們現在說 欸為什麼都先拍餐廳 沒有拍仔細的座位喔 我是想說 先把大家繞一圈 給大家看喔 這個機場整秀之後 接下來呢是小男們豆花的 喜歡吃甜品豆花飲料的部分 這邊會有 那小男們的價格其實跟 台北101這邊差不多 我看一下他的平均單價是在 168到250之間喔 那他小男們自己有一些自己獨特的座位 那接下來是老媽拌麵這邊喔 這邊的價錢很遠喔 那我不敢走進去看喔 但是應該也是不便宜吧 我在想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家是什麼 應該是賣 麥丼飯類的料理吧 我看他的成品名稱叫做肉丼 叫做牛肉丁吧 牛肉丁次郎之類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家是那個 高川曼食堂 然後走在另外一區 右手邊這邊就是比較便宜的喔 那另外胡鬚章呢 也進駐跑進來了這邊 然後大家最喜歡的一個 星巴克的部分呢 這邊也進來了咖啡廳喔 我們繼續往那邊看 還有一個蠻果泡芙這邊也會有 然後還有一個 12Mini的一個獨創鍋在這邊喔 他平均單價也是在 140到210塊之間這邊喔 所以開門之後這個餐點呢 其實帶了不少客人喔 那原本的三樓跟 原本四樓的這個生意 就被搶下來這邊了 那有喜歡喝飲料的話 他也有combuy的飲料呢 他也設置在這邊喔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回到 剛剛大家所關心的 這入口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義美學鑑館這地方 入口進來 服務中心就在正中央 左手邊跟右手邊呢 都有我們的餐廳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 座位區的部分喔 座位呢 如果是入口處的話 他還蠻貼心的 現在都有設計那個充電孔喔 所以大家在等飛機的同時呢 可以先幫自己的手機 先進行充電這邊喔 然後寬長度的話 我是覺得還不錯 都有至少1.5米到2米的寬度喔 避免就是旅客 像之前的設計 都會塞在這邊 所以他的寬長度就解決了 他回收餐具的吧檯也做好了 嗯 各位哥跟姐真的非常忙碌喔 在擬略用餐當中 所以他整個重新開幕之後的光線 其實相當棒的喔 剛剛還有講到之前呢 在樓下 地下二樓在整修的時候呢 上面四樓呢 有那個我們的那個一個 餐廳的部分可以選擇喔 分別是漢堡王啊 朱祭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 美食的部分 那在另外一側呢 也是有摩斯漢堡跟星巴克 在四樓的位置喔